音乐 最新的统计资料 台湾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经突破14%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增加 如何让长辈过得有尊严 又便利的晚年 成了当今重要课题 许多企业或研发机构 纷纷投入了长照领域 智慧医疗的研发 是希望用科技来弥补 长照人力的不足 创造友善长辈的环境 像是药局和医院 就把服务班上的云端 让不方便出门的长辈 也能够获得妥善的医疗照护 或者是利用机器 来开立运动厨房间 让长辈运动的安全 有效和健康 高龄化社会 已经是台湾不可避免的未来 如何善用科技 打造适合引发长者的 友善环境 一起来看 上了云端的药局和医院 怎么运作 他只能无助地望着天花板 被动地接受插管 电击 体验临终前的感受 林先生戴上VR眼镜 摇身变成急救病床上的病人 但科技可用来模拟病人 模拟临终人生 人对于生老病死的想象 得以更开阔的视野 能让人更认识自己的恐惧与脆弱 因而更同理地看待他人 我很舍不得 早上八点 多数的诊所以及药局 都还没有开门 赖博元早早就到药库里 确认药品 身为药师的他 不仅替民众配药 还要亲自将这些药 送到民众的手中 出发前要先把每天 要送出去的药物再点一次 看公司有没有就是准备到 如果到外面才发现漏的话 这样还要再回来 会比较让那个花时间 这间药局没有实体店面 全由药师配送 平均每天有二三十位民众 等待着赖博元送药 我们发现说有些长辈 他光是要走出门 然后或是到附近的医院 或是去药局的时候 是非常辛苦的 好比说他行动不便 需要下楼梯 或是他住的地方 是离医院比较远的 他可能要花半天到一天的时间 去领药 右转进入港前部 然后右转 可以让他来 去药局 但是他不得了 这很重要的 它要去药局 然后就算是 那边有一个药局 需要 我先跟您核对一下药品 你再对一下厨房签 然后首先第一个药四把而已 这项服务对患有小儿麻痹的 叶小姐来说十分方便 减去她出门的负担 叶小姐也会趁此时 提出她对用药的疑惑 吃中药对这个会有影响吗 我们会建议西药跟中药 间隔两个小时 会间隔两个小时 对 我们不建议一起吃 叶小姐跟许多退休人士一样 也会自行购买保健食品增加营养 方间保健食品怎么选 她也请赖伯源给予意见 好 这一瓶 来 借我一下 我帮你放下来 我跟你讲 你的是柠檬酸钙 然后你的这个钙 一颗是210单位 对 然后所以其实你一天一颗 其实都可以都没问题的 量是够的 像一颗210的话 我会建议说你可以分早晚吃 因为你这样才420 然后再透过一些饮食 其实可以达到一个 每天摄取钙子的基本含量这样子 对 实际来到病人家 赖伯源更能掌握他们吃药了没 是不是多吃或是混药 会不会产生交互作用 这些都得靠他的近身观察 其实我们是把一份药交给你之后 原则上就结束了 但我们到家里面才会发现说 他这份药有没有吃 然后他一天吃两次有没有吃对 这都是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问题 这都会影响到病情的控制 所以透过药师的详细介绍 详细的说明 他对药比较多信任的话 他才愿意一起配合吃着药 然后改善疾病的不舒服 因为我自己行动不方便 然后每次要回去医院拿药 是有点困难的 我觉得你们有这个服务 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帮助很大很好 叶小姐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师公寓里 对她来说 上下一趟楼困难重重 赖伯源除了解决叶小姐的行动不便 还提供民众详细的药物咨询 拜拜 喂 你好 我是药师送药 好 谢谢 帮我开个门 好 没问题了 好 我先跟阿姨对一下药物 好 好 好 来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那个康肯 五单位的 然后它是十四颗 这边要特别注意 它这个药有一点二五个五的 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吃五单位的 你说要吃饭对 饭科 好 然后这个是 廖小姐跟先生前些日子才一起加入云端药师服务 因为每到拿药时间他们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去领药 然而排队的民众实在太多 他们没办法跟医院药师一一的询问想问的问题 接着是睡眠的 然后医生是说需要的时候使用 但是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下 你早上醒来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头晕 如果是有这情况发生的话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 因为我担心药效它还没退 我现在讲的是要躺一下 要睡一下 是 躺下去的时候 是 一两三秒钟开始一直晕晕晕 晕个四五秒 好 然后它又正常了 好 然后我爬起来 要吃几床了 是 也是这样 这可能是那个平衡的部分 跟这个药物比较没有关系 对 但可能要去看一下耳鼻药科会比较好一点 好 廖小姐只要将处方间拍照 用LINE上传 云端药局就有专人接收确认 节省病人交通于等待的时间 也可以降低病人待在医院的传染风险 因为他自己跑去医院 或者是要去健保药局 那你如果是医院要等很久 而且人也很多 一般的健保诊所的话 他们有时候药都备得不够 他是要跑几次这样 全台湾都可以服务的 举例以平林来讲 平林他要领药的话 他们是要坐车 花半天的时间到更新医院 去领药再回来 然后如果像我们到台东的话 他甚至可能花一天的时间 去领这个药物 因为他可能住的地方没有药局 对 然后所以我才觉得说 我们可以解决他长时间的距离 云端上不只有药局还有医院 让病患不出门 用视讯就能咨询 许家姐弟俩是糖尿病患者 饮食控制 是糖尿病患最需要注意的事 姐弟俩对于早餐 到底该摄取多少 讨论了许久 最后决定 上线请问卫教师 弟弟我们刚刚两个学堂 找到太棒了你不要问卫教师 看看我们吃这样会不会太多 好 那对 我们跟运端APP 对啊 可以直接问一下 许仙好 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许仙好 因为最近我跟我姐姐 就是测血糖不太高 那我想说是不是我们在饮食上面 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看一下就是说 我今天这样吃这东西会不会太多 所以你现在正在吃早餐吗 对 透过视讯 卫教师能精准地掌控姐弟的一餐 并且及时给出介意 一个六寸的沙伯尾啊 对 它的糖量大概是半碗饭再多一点点 所以你两个沙伯尾的面包 通常就会超过一碗饭的量 那平常一个男生 我们建议大概是一碗饭的量 左右差不多 糖尿病是国人常见的死大死因 也是非常常见的疾病 全国大概每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是糖尿病 如何去改善这些疾病 那胃教是很重要的 那胃教就牵涉到生活形态的改变 那一个生活形态的改变就包括 所谓病人第一个要能够记录自己的数字 然后上传到云端医院来 出了视讯 姐弟俩也透过了文字讯息回报三餐 记录血糖的状况 回诊时 医师就根据这些记录调整 卫教师也能给予营养学的知识 要把林卡可乐换掉 因为林卡可乐对你来讲可能没有饱足感 你把它换成像这样子一杯的牛奶或者是豆浆 因为这个是蛋白质 它会比那个可乐更有饱足感 他在看门诊的时候 主要讲的都还是以医疗的问题为主 因为医师他现场可能 他没有办法花太多时间去回答 变成这个跟非疗相关的问题 可是假设他今天他回到家 他临时想到什么问题 他想要问 他就可以立刻询问我们 文字咨询有个好处就是 他想到什么 他就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测那个血糖之后 我会把我的数值输入到那个云端APP里面 因为我每个月都要来看一次医生 所以我在一个月来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就可以直接从他的那个电脑 调出我的那个之前 我的每日血糖做的那个记录 然后只要有异常就是过高 他就会从电脑那边就会直接跳出来了 就会显示红色 如果病人的血糖突然飙高 APP还能通知病人及时回诊 陈春森医师也发现 固定记录有益于病人的血糖控制 我们可以看到病人加入这个云端医院以后 事实上他的数字 他的包括所有的糖化血红素 还有所谓的低密度的肚水 也就是血糖血脂都有明显的改善 这座云端医院不仅能监控血糖 还能维持失智症患者的身心健康 几年前先生手术失败 伤及脑力 记忆力衰退 太太杨丽夏总想着要让先生多记得一些事 杨丽夏替先生在云端医院的APP上建立相簿 每天拍照记录两个人的生活 偶尔帆帆从前的相簿跟先生说故事 唤起他的记忆 我今天很高兴一起拍照 对 因为他是短期记忆 他会不会记得 所以也是要不断地 我发现他最近也是人 你看现在他们大头记得 刚开始都记不得 如果我再透过这个东西 一直给他有机会去看 一直看 他一直在回忆 旧的东西他都会记得 我们飞药治疗里面有一块是做怀旧治疗 那怀旧治疗里面有一块 就是会做这个生命故事书 那早期的生命故事书 就是请他把家里的一些照片 我们就做一些剪贴 其实就是一个剪贴簿的概念 我们把它做一些剪贴 然后旁边做一些美术 然后让它变成一本 生命故事书的概念 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纸本的东西变成电子化 那电子化也可以强化它的分享 嗨 松茂大哥 印出来变成生命故事书 让你想我们的时候 或是想要知道有什么活动 就可以打开来看 你看 杨丽夏将APP提供的QR Code 印下来 贴在先生的衣物上 路人只需要扫取条码 就可以通知紧急联络人 除了云端医院的APP 北市联一架设施质证资讯的网站 提供家属能找到 施质证的照顾机构资源申请 大哥 你是要去哪里 要不要帮你 我去这边走一走 要不要帮你 我看你有QR Code 借我扫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看这上面有你儿子的电话 我可以等一下给你的家人吗 可以啊 好啊 好啊 你等我一下 考虑科技其实是一个 考虑到现在的人力 其实是非常不足够的状况 因为我就讲一个比较简单 就台北市的市值人口 目前推幅是三万五千人 那三万五千人 我们的各管师 绝对不可能服务到三万多人 所以我必然是要开发一些工具 让民众可以自己在家里 即使没有各管师 他也可以找到这些资源 找到这些相关的课程 然后可以去应用这些方式 来让他自己的需要 基本得到满足 走私 可说是失智症家属都害怕遇到的事 陈建业的父亲也曾走私 他当时害怕的情绪到现在 仍记得是清清楚楚 老板老板娘 有没有看到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他在这附近走私 他身高大概一百七十公分左右 然后有架一支拐杖 然后有挂一个尿袋 然后行动很慢 走出来走私了 我找不到他 你有没有看到 老板娘 老板有没有看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再去找找看 谢谢 谢谢 从早上找到下午 所有父亲可能会去的地方 他都找遍了 过去父亲也自己出门 这让他轻忽了 父亲走私的可能 老板娘 有看到一个老板娘 一个乖 然后有看到一个在那裡 然后行动差不多八十公分 有这些人你会看到 有 他走到那里去你会看到 好 坐下 坐下 幸好 他在父亲常去的车站附近 发现了他 他其实是轻微 他还没 因为我们有医生的那种评量表 有评量过 就是说他的失智 还没到那种很严重的地步 因为他毕竟 他还可以去银行提款 什么等等的 但是时间的错乱会有 所以他现在逢人 就会讲新年快乐 我现在总算知道 什么叫心急如粉 我那真的是心急如粉 因为哥哥姐姐把他托付给我 然而独自一个人与父亲同住 建业害怕救世重演 他积极上网寻找解决方案 找到了定位器 体积小 续航力有三四天 方便让老人家戴在身上 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 是智者的 他们佩戴的习惯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因为固着的行为 不会习惯常常戴一个东西在身上 我要做什么样的东西 让他方便佩戴又轻巧 又可以多元性佩戴 才会研发出像Bobby这样一个 其实小小的 就像一个拇指大小的 GPS定位器 不仅人老了会走丢 宠物老年也会有类似的症状 与林芝宇相伴了十几年的爱犬小奔 老了之后 时常找不到回家的路 这十几年来他都是这样子放着的 从来也没有走失过 对 所以我们刚开始也没有警觉性说 他会不见这么久 然后结果开始 一直找不到我们才开始紧张了 林芝宇全家人 甚至从国外短暂回国的朋友 都加入了寻狗行列 对林芝宇来说 那真是生命中最漫长的时间 最后 五谷收容所打电话通知 他们捡到小奔 其实找了十二天 我们很幸运 我们找爬文很多过去找狗的一些文章 其实找好久 找两三个月才找到生殖好几年 甚至永远找不到的所在多有 为了怕小奔在走失 林芝宇买了定位器 除了能使用定位功能找到小奔之外 定位器还能设定范围 如果小奔走出了范围 定位器会自动通知四主 后来小奔陆续还走丢过了几次 都靠着定位器找了回来 狗狗其实到了这个年纪 他白天上很严重 看不大清楚了 然后走在路上 我们人在旁边 他其实已经分不清楚 我们跟其他陌生人 有一半夜 我们用守护宝找到他 他是在一个篮球场 然后趴在那边 就没有要回家意思 好像要在那里过夜 就真的很像失智老人 科技除了可以用在医疗与长照的辅助上 还可以用于疾病预防 根据研究 60岁之后 人体的肌肉量会减少 造成长辈的移动能力下降 或容易跌倒 秋瑞美退休后积极运动 就是感受到自己的体力大不如前 我们都只知道说老人家很容易跌倒 因为现在资讯比较丰富 我们常常就是自己年纪也大了 就会去看这一类的书籍 然后我就才发现到说 原来很容易跌倒 是因为他肌无力 对 那我们就才慢慢知道说 开始要训练自己的肌肉 你好 这边刷卡 秋瑞美跟着荧幕的指示 双手用力一握 检测握力 两侧血压以及体脂肪 这一切并不只是单纯的身体健康检查 好 那这样显示结果是99% 所以我们零血液中的含氧量 是很高 很充足的 根据这项检查结果 极其会给秋瑞美适合的运动建议 如果手部的肌力不足 就会建议他使用手部训练机台 跌倒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肌肉量不足 那肌肉量不足的话 我们就必须从肌草症这个议题里面 怎么去透过量测 然后再来有健康促进 有它的解决的方案 台湾平均过病在床是7到9年 那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一段时间把它压缩 比如说我把7年压缩成2年 根据机器的建议 再搭配了定期的运动以及检测 改变了秋瑞美的运动习惯跟体能 我刚开始在握的力量很小 那所以我后来又去参加重训 我就一个礼拜去参加一次重训 然后他们这边有一些也可以做运动协调 高龄化社会正在全球各地发声 如何满足年长者的需求成为一大课题 将科技应用在医疗与长照 或许是一帖解方 如何让科技更便于长辈使用 是智慧医疗与长照 未来不可忽视的方向 他只能无助地握着天花板 被动了接受插管 变极 体验临终前的感受 智慧医疗崛起 对于白色巨塔内的医护人员 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AI人工智慧已经能够用在疾病辨识 提供医师诊断建议 甚至透过基因图谱来预知疾病 有了AI的辅助 医疗人员的诊断与治疗方式 也日新月计 医学生势必得跟上脚步来迎接 这一波医疗革命 像是成功大学 已经将3D列印纳入 职能治疗师的课程 学生学习利用3D列印制作辅具 提供附建者更多元的附建方式 高雄医学大学也把VR 应用在医学教学上 利用虚拟病人 让医学生练习问诊 反复地讨论彼此的学习 已经成为了最好的教材 还早得很呢 你知道医疑这学期早上休学吗 为什么啊 嗯 然后他就堵不下去了 来 套上来一点点 好 OK 这样可以 来 看一下你今天状况吧 走自己伸直 有点硬喔 嗯 抬上张太阳看了 会常跟我说 少多打直一点喔 打直 往下放松下来 还好吗 非常紧喔 陈先生是职能治疗师 张开多年服务的病患 他因为复发性 脑流压迫 导致中风 这几年来左手无力 需要定期复健 对了 对了 好 这样放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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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对了 好 然后这样放下来 然后放下来 中风病人他刚发病的时候 一般本来是手会完全没有力道 但是在经过一段的动作恢复的时候 他的脏力会慢慢起来 那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的脏力会大到超过肠能 整个手会紧过的状态 那如果这个状态我们一直让他维持的话 那之后手的关节就会整个僵硬掉 陈先生一周要来找张开做三次复健 在家里他必须使用辅具固定左手 避免张力过大 手指僵硬 张开也替他设计了几款辅助器 复健辅具使用的材料是腹木 使用方便一直是职能治疗师的首选 腹木材料它是低温热塑形 所以我们这个加热箱里面的水温 大概是65度到75度 那基本上加热的过程它就会逐渐地软化 我们趁它软化之后 就可以在病人的身上塑形 扬身定制 这个腹木的样子就出来了 腹木辅具使用起来极为方便 但是张开希望赋予辅具更多的功能 自己设计 打印 它自学3D列印 所以我现在就想做一个领带系统 好让那个食指跟拇指这边 它的动作比例可以这样一起 可能有几个就是它是不是一个走就可以 还是实际上要两个走 需要两个走 对 那需要两个走就 其实我们在复健科 就在医院里面帮病人做复健的时候 那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基础的训练 那如果你永远只是在复健科 做复健的话 就很像病人是在驾训办里面学开车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我们教会病人的东西 他必须把它带到他的生活环境里面 重新去使用它 我们在食指跟拇指的这两个支架上面 其实都做了一个连感的构造 那希望说因为有些病人 他两只指头的动作其实是不大一致的 有可能拇指都没在动都是食指在动 但是事实上我在拿东西的时候 拇指跟食指会用一定的比例互相靠近 对 那如果预造这样的病人的话 我们就想说能不能做一个连感系统 然后让食指跟拇指在动的时候 他是有一定的比例在动 张开用3D列印替陈先生制作的新符具 除了可以固定张力过大的手指外 还能让陈先生在家自主训练 拿杯子 用手机 我们是要整个去操作这个系统 它是一个我们是透过手肘去 让自己的手指打开 就事实上是我自己去控制的 就是不然传统就只能靠被动 我们治疗师帮我们做被动关节的运动而已 所以我们可能自己就是只能待在那边 让他做关节活动或是肌肉放松这样子而已 这是我们自己主动去控制 控制说要去做哪些动作 看到3D列印在职能治疗上的帮助 成功大学也将3D列印纳入课程 让学生画设计图 学着自己动手做 但是我们课程更重要的是 你列印出来的设计的东西 扶具 器具等等 必须要来说明 为什么是病人是需要这样子的扶具的器具 所以这个课程不是只有在制造的部分而已 还要包括前面的设计想象 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必须要真的可以解决病人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课程设计的核心 成功大学将3D列印纳入课程 高雄医学大学则使用 虚拟病人协助学生训练问诊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 你们要遇见一个虚拟的病人 但是把它当作就是一般你们的病人 展现你最好的那个临床能力 萤幕上的病人是老师们 根据了过去的临床经验 以真实案例设计出的病患 学生可以透过一般的萤幕或VR眼镜 与病人互动 痛的部位在哪边 痛在上部部 肚子上沿靠右边的地方 那是什么样子的痛 是怎样的痛 觉得闷闷痛 也不是大痛 反正是说不出的不舒服 问诊过程 有一位同学负责替其他人输入问题 另一位学生则记下病人的回答 经过了几回合 一问一答 学生逐渐找出自己的答案 要知道答案正不正确 他们还得透过了眼睛以及触诊 观察病人的生理状态 是 我还是在看而不是处理 对 对 下面应该是疾问 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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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吧 他可以做出一些标病无法做出来的症状 黄胆这个标准病人无法模拟出黄胆 或者是说一个断肢 一个断肢可以用虚拟来做 那可以看让外科医师来 年轻的外科医师来检查 到底伤到神经吗 伤到血管吗 还有多深 还有多脏 要怎么处理 所以他是有一些状况是虚拟病人 无法模拟的一种状态 刚经过病史询问跟理学检查的部分 各位同学有想到什么可能的疾病吗 疾问的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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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问疾问的疾问 疾问疾问疾问 疾问疾问疾问 初步诊断后 学生进一步决定病人的检验项目 透过检验报告确认自己的怀疑 不过每项检验报告都要有费用 他们得审慎选择 需要知道些什么 来做出正确的诊断 像是要抽什么血还是 像是疑胀炎 Agrititis的部分的话 可以抽Amides跟Lipax 学生看着检验报告X光片 插阅自己的小本子 经过了最后讨论得出结果 他们的判断到底对不对呢 所以其实上学表现得很好 很多重要的观念都有抓到 这里面有两个症状 第一个症状是腹痛 第二个症状是滑胆 他把这两个病人同时有两个症状 虚拟病人装置会根据学生 每个阶段的行动给予建议 再搭配老师的解说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他其实就像真正去问整个病人一样 从一开始的病时询问 然后我们讲理学检查 然后最后有做一些实验室的数据检查 然后还有影像学 这些都是我们在临床室 对 就是真正实行的步骤 然后其实他最后会有一个分析表 就是分析你哪边问整 你哪边没有问到 或者是问得还不够多 藉由这样可以让你知道 自己哪边的不足 学习成交实在不错 我们在临床都叫床边教学 每个病人他的病情不一样 这样子可以把我们的教材标准化 因此学生的学习 也可以提升到最好的成果 齐美医院也将虚拟病人用在治疗上 他们让真实的病人体验 虚拟人物的临终人生 大哥 大姐好 欢迎你来参加我们这个体验的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 如果有一天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的一些医疗的决定跟照顾是什么 林先生与太太常年在医院担任志工 看到许多人在生命的最后一里路 无法替自己的生命做主 他们决定要掌握自己生命的权利 如果说所有的医疗都没有办法再来延长 我的生命的时候 要不要接受维生医疗 大哥知道什么叫维生医疗吗 维生医疗所指的就是像呼吸器 我们擦着呼吸器有看过吗 护理师带着夫妻俩 逐步讨论临终时会遇到的状况 生病时你最害怕什么 临终时你最在意什么 让两人透过一步步的思考 整理自己的想法 然而当林先生决定不接受临终急救时 妻子显得焦虑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如果说真的我们身体的状况 到了一个不可逆的情况 那累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 比如说呼吸器 或者是说电脊 牙胸 这些你要吗 我不喜欢做这些动作 可是有些人会想试试看 或许试了就会有机会 不晓得老婆的想法 你可以尝试一段时间看看 那个比胃管差点辛苦 还是试试看吗 我是觉得那个可能只是 突然症下自己本身的那个痛苦 所以病情没有 应该没有什么帮助 到那个阶段 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不希望人 我不希望做这些事 你不想试试吗 不想 我很舍不得 有 好 夫妻俩透过了讨论 理解彼此的想法 才不会在临终前措手不及 因为我们希望不只照顾到病人 也照顾到他的家人 当人在面临很困难的 维生医疗选择的时候 家庭间的互动 他们常常需要被引导的是哪一些观点 这套互动的情境游戏 是由奇美医院的医师 护理师以及心理师 结合了过去的经验 共同担任编剧制作出来的 未来可能走到生命比较末端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医疗的选择 那这样的选择 透过科技的方式 或是更贴近人体验 让体验者去做一个更进步的讨论 他可以同意 然后我也认同你们所谓安宁照顾的模式 所以我认同 那我知道未来我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会发现说当病人面临他医疗选择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接受非常多的讯息 然后要从这些讯息里面去衡量说 哪一个可能是我在乎的 那对于病人来讲 要他去思考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很久以后才要发生的事情 其实通常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这款互动小游戏 为了让民众山里其境 他们还制作了另外一个 虚拟实境的VR影片 大哥我们刚刚有提到 什么叫做维生医疗 什么叫心会复苏数 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VR的影片 让你体验到什么叫做维生医疗 林先生戴上VR眼镜 摇身变成急救病床上的病人 他只能无助地望着天花板被动地接受插管 电击 体验临终前的感受 是 不想要你看的时候的感受 跟你自己原本 你在想象的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神力其境的感觉 所以当你这样子看完之后 你觉得你原来的选择 你会觉得 会想要改变吗 还是说你还是想要维持原来的选择 我还是会觉得维持我原本的那个想法 发现 过去我们可能要讲很久 才有办法让他了解这些讯息 让民众可以去讲出他自己的意愿 透过这个很简短的VR跟动画的时间 他很快就可以切入这个重点 去了解 可以发现说 透过这套系统 可以让他们在进入这个 玉利医疗造物之上 讨论的时候 他们会发问 那当他们发问的时候 就代表他们可以把心理在乎的点 发问出来 以前我们从来不会想说 面对死亡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准备 那个影片可以激发我们自己去想一下 说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有很多想象 我们从来以前都没有去考虑过 也不会去想 尤其华人的文化里面 好像面对死亡 是很气愿 我觉得他的选择 是蛮正确的 毕竟我们在走最后一段路的时候 他都没有受到苦 能够接受安宁团队的照顾 我觉得走得很平静 是觉得舍不得 可是看他那么平静的走 我是真的觉得也很忙 当科技可用来模拟病人 模拟临终人生 人对于生老病死的想象 得以更开阔的视野 能让人更认识自己的恐惧也脆弱 因而更同理地看待他 学期末 同学相约到图书馆赶报告 书柜区一片黑压压 学生不急着找灯 反而拿出手机 找到自己所要的书 利用APP查书系统输入书名 APP显示书的位置 书柜区的灯还会同步点亮 一眼就能辨别书在哪里 AI人工智慧影响范围之广 除了医疗和长照之外 也将改变交通 农业 教育 建筑 甚至是回收环保的工作方式 坊间有环保公司打造了 新形态的回收站 让民众可以利用科技 来记录回收种类和数量 民众能够掌握自己回收的状况 而回收站也能够利用记录 来做数据分析 此外全国各大专院校 也开始利用科技节电 十年下来 锦文科技大学 就省下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电费 他们怎么做到的呢 林阿姨喜欢资源回收 她把它当成是运动 每天在邻里间搜罗 但她没有把这些回收物丢上垃圾车 而是把它们拿去换礼物 你好 阿姨你好 回收方法 那我们铁类胆向再秤 那我们先秤类 纸类塑胶 铁铝罐 不同的回收依需称重 林阿姨只要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就可以记录下每次的回收种类 以及数量 好 传令手据 好 那再帮我们分类 谢谢 其实垃圾跟支援回收物 都是来自于城市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回收系统 都被秉除在城市之外 所以我们当初就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想要把比较明亮干净 又突破创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回收店 开在城市里面 就是说她一开始有点抗拒 不敢走进来这家店 她会以为这个是在卖文创商品 或是在开咖啡店 吸引林阿姨时常光顾的原因 除了环境干净 店内还会举办回收大赛 拼回收重量 再加上了回收可以集点数换礼物 打动许多婆婆妈妈的心 店家用电脑记下的回收种类跟数量 还可以用来进行数据分析 掌握回收状况 会员在家中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回收 物先做的一个区隔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导回到客人他在做一个分类的回收也好 或是做清洗减容的一个部分 是非常明确 知道说这个类别的一个对应 不仅回收变得更智慧 景文科技大学也使用智慧节能 十年来替学校省下了不少的电费 学期末 同学相约到图书馆赶报告 书柜区一片黑压压 学生不急着找灯 反而拿出手机 找到自己所要的书 利用APP查书系统输入书名 APP显示书的位置 书柜区的灯还会同步点亮 一眼就能辨别书在哪里 要用电脑擦 然后再一柜一柜地找 然后要看变号 现在就是一擦一点 就知道它在哪一柜 然后就只要朝灯光的地方走过去就好 拿好了书 学生想在图书馆找位置 这里到处都有节电设计的巧思 电灯也可以由APP控制 以前传统式的图书馆 通常都是开馆 灯光就是全部都打开 让它比较明亮 那后来发现 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在同一层楼 使用所有的灯光 我们总部长的概念就是希望 在一些某些部分的灯光 是没有人使用的情况下 就希望让它做一个自动的控制 节电设计深入景门科技大学的每个角落 教室里只要课表上显示为空膛 就会由中央控制切断电源 避免学生忘记关灯关冷器 学校中控室设有即时用电监控 控制用电量不超标 那在能源可视化里面 我们会显示每一栋大楼的 这个用电的 即时用电的一个情况 以及整体的用电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因为学校 这个跟台电直接有一个契约容量的一个约定 那因此我们也要控制这个所用的用电 大概在民国95年为基准 然后我们大概96一直到现在 我们整个的电力的节省 达到48% 在能源资源过度使用的年代 科技不失为遏止浪费的一铁良药 透过了大数据视觉化的图表 将浪费变成可以看见的形体 让大众引以为戒 人工智慧时代来临 有人恐惧科技将夺走大量工作机会 但是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如何有效利用资源 如何让科技为人所用 考验着人类智慧 我只能看模仵 再看模仿 化身体 仇人工智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